我们每一天都有双重劫肤的步骤 第一个劫肤的步骤是使用 洁面油Lasso Cleansing Oil 来洁面油要记得在手上没有水分 还有脸上干爽的时候使用哦 可以直接均匀的在脸上按摩 按摩全脸均匀的 把我们脸上的污垢 防晒粉底等等都把它洗干净 这款洁面油它除了帮我们卸妆 卸掉我们的防晒 卸掉我们的粉底之外呢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黑头粉刺的问题 减少黑头粉刺皮肤阻塞的问题哦 均匀的按摩可以在比如说我们的鼻子 下巴比较阻塞的地方呢 加强的按摩一些 可以卸我们的眼妆 均匀慢慢的按摩 OK好了均匀按摩过后 要记得在我们洗干净前 先手上碰一点水 在脸上继续的按摩 是出现牛奶状的液体 这个步骤呢我们叫它乳化的步骤 这个步骤要非常的注意 只有正确的乳化呢 你的皮肤才是真正的做到最清洁的步骤哦 觉得牛奶的颜色还不够呢 还可以加一点水继续的按摩 按摩到脸上均匀的出现牛奶般的液体 牛奶的颜色才是真正的卸干净 这个步骤 是真正的卸干净 是真正的卸干净 可以看到牛奶的颜色 均匀的按摩 乳化它 好了 就可以直接过清水 再来一遍 第一个步骤完成后 就是洁肤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使用Lasso Go Cleansing Foam一个洁面泡沫 来做我们第二次的清洁 双重洁肤 这个时候脸上有水分 手上有水分都没有关系 直接泡在手上 然后就可以沾一点水 直接的上脸按摩 均匀的把脸上的油脂洗干净 觉得泡泡比较少了 可以沾一点水 继续的按摩 把它洗干净 轻轻的洗 不需要太大力的去戳自己的脸 好了 过后呢 一样可以把过清水把它洗干净 清洗干净过后呢 要记得在我们使用的Lasso Go lifting gel之前呢 要把脸上的水分都洗干 压干 不要在脸上留下任何一滴水分哦 OK好了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Lasso Go lifting gel 这款Lasso Go lifting gel呢 可以帮助我们抗羊挖 拉提皮肤 保湿清洁我们的毛孔 甚至紧直我们的皮肤这个功效 所以要记得在用之前呢 准备一个小碗 一整包打开 直接把整包呢 倒在一个小碗中 记得一整包打开了 一定要一次性的用到完 不要把一半收进你的冰箱哦 不然功效就会大减了 过后可以搭配一个刷子 单取这个Lasso Go 均匀的涂在脸上 由下往上的涂 由下往上的涂 一直保持着一个步骤 可以涂在我们的眼带下 但是千万不要涂在我们的眼皮上 因为在到5到8分钟的时候 你会开始觉得你的脸上开始有紧绷感 如果你插在你的眼皮上 你的眼睛会不舒服 在额头也是往上或打痕的方式 由下往上的方式 均匀的涂在脸上和颈上 颈上也可以涂取 记得只可以插在我们的眼袋下 可以帮助我们淡化我们的眼睛的细纹 脸上的细纹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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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 涂好了 就会等待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 最多只需要20分钟 20分钟好了 不需要刻意等到全脸都干 会发现好像我们的眼袋下 额头上会有一些比较暗色的色素 这些都是我们脸上的毒素 在20分钟过后 就可以直接握水洗干净了 直接用清水或用湿纸巾抹掉 擦拭就可以了 只需要清水洗干净 不需要再用洗碾霜哦 记得这个lifting gel呢 一个星期做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不建议天天使用 这个要非常注意啦 因为它去脚趾的功效 所以我们不能经常使用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把Lifting掉洗干净后 你会发现你的脸上充满光泽 OK 使用好了过后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爽肤水 来锁住我们皮肤的水分 爽肤水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Lasso Go的爽肤水 它有杀几果成分在里面 帮助我们皮肤细胞再生 促进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 帮助我们细化毛孔 平衡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 爽肤水的功能是一个钥匙 钥匙打开门 让我们后续的护肤瓶更加容易吸收 不要忘记我们的颈项也要查取护肤瓶 爽肤水后就是轮到我们的Lasso Go精华液 这款精华液可以适合所有的皮肤 帮助我们加强皮肤记忆底的功能 只需要4-5滴就可以均匀的 擦在脸上和颈顶 均匀的尝试在脸上以按压的方式 让它更加被吸收 精华液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 抗衰老 淡化我们的细纹 淡化我们的斑点等等的问题 加强皮肤的肌底层 精华液过后就是轮到我们的保湿霜 这款保湿霜也是Lasso Go系列 添加了杀几果成分 这些可以使用里面的小汤匙 拿取这个保湿霜 均匀的放在脸上 这款保湿霜有长达8小时的保湿功能 适合所有的皮肤使用 均匀涂在我们脸上 还有颈部 早晚都要使用哦 保湿霜是一个钥匙 帮我们锁住我们皮肤的水分 还有刚刚所查的护肤瓶 让我们的皮肤的水分 不要这么快的被流失掉 颈部也要查取按压的方式 让护肤瓶更加容易吸收 接着呢就轮到我们的美白精华 BVE 它是一款美白精华 可以帮助我们淡化我们的斑点 色斑 还有帮助我们保湿我们的皮肤 放在手部后背上 均匀的涂在脸上 还帮助我们提亮我们的肤色 改善我们的肤脂 皮肤的肤色呢会得到均衡 感觉到不够的话 可以加分量哦 均匀的插在脸上 由内往外的推开 这样会更加的服贴 使用好美白精华过后 就是轮到我们LASSO GO QQ CREAM 它是一款防晒可以做成我们的粉底 遮瑕等等的好处 这款QQ CREAM呢 它有着SPF 50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 这款QQ CREAM呢 它的防晒系数有SPF 50 PA 3个加 这个功能 所以就算我们天天使用 都不会导致我们皮肤阻塞的问题出现 甚至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肤脂 让我们皮肤更加的细滑柔韧 甚至有瘦小毛孔的功能哦 使用化妆棉均匀的拍开 这样子会更加的均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马上发晒过后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更加的有光泽 肤色也更加的均匀 查好了 可以看看你的皮肤充满的光泽 肤色也更加的均匀 谢谢大家 拜拜